对日一直持忍让妥协态度 朝野质疑声一直不断 甚至几次差点被赶下台 但是蒋介石不改初衷 他曾说 想货拥戴容易 明天就去抗日 但是我不能为个人名誉断送了国家 为什么他认为立即抗日就会断送国家 为什么明知蒙受鼓齿却隐而不发 蒋介石卧薪尝胆十年升聚期间 到底做了哪些准备 这些准备对十年后的中国抗战 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电力工业年平均增长9.4% 煤炭工业为7% 水泥工业为9.6% 钢为40% 初等教育的就学率达到43% 这是1936年中国工农业产值经济统计数据 这就是蒋介石十年升聚交出的一份答卷 国民政府经过艰苦建国的十年 各项现代化建设都出具出行 西方则赞叹称这是古老中国的黄金十年 魏德迈将军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曾说 1927年至1937年之间 是很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 在这十年之中 交通进步了 经济稳定了 学校邻里教育推广 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 这十年中国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期 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 十年内工业产值平均增长8% 正是这一时期的迅猛发展 奠定了中国八年持久抗战的经济基础和工业支撑 使得中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随着中国国力提升 美国率先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尽管遭到日本极力反对 但是各邦交国还是都陆续表示赞同 一百年以来 中国人首次掌握了自己海关的主权和关税的自主权 蒋介石感慨道 无国关税自主部分成功 完全独立已有缺期 法治建设方面 国民政府借鉴西方 先后颁布中华民国刑法 中华民国民法典等基本大法 国家司法体系趋于完备 当时的世界经济正处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 西方国家经济连年出现负增长 国际经济环境十分糟糕 而此时的中国还远非和平盛世 期间先后爆发规模较大的蒋介战争和中原大战 在这样的形势下 国民政府依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 随着国家物质文明的提升 一场文化建设也应运而生 精神往往重于物质 所以仅仅经济繁荣 赏不足达到世界大国的地位 同时一定要提高人民道德的水准 这是宋美玲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 我们的新的口号是一切的人力武力都贡献给我们的祖国 我都认为中国在发展五到八年 就可以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而日本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国力呈现下滑趋势 而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 一直对中国有着际遇之心的日本 自然不能坐等 双方都意识到 越晚打仗越对中国有利 1929年田中奏折曝光后 中国民众愤怒地认为 这就是日本的国家战略 八年后 西安事变意外爆发 蒋介石日记中 抗战计划曝光 引起日本朝野的警觉 这两次文件的曝光 成为中日双方日后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 互相不信任 逐步达到零点 因为当时他北伐统一 北伐完成不久 就是二八年以后不久 就是发生就一八四变了 这个当时的确中国没有什么本件可打 没有本件 所以他的十年的积累 当时就是为了抗争 他也当时也建了好多公司 他已经做了很多准备 他他他他他他很多 他你可以看当那个时候 那个时期他很多讲话 其实他都离不开抗战 都是做准备的 包括脚供 我看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庐山和庐山军训 军训讲话 偏偏讲话都在 主要是提怎么怎么怎么抗日 就在中国即将崛起的前夜 日本决定开始全面侵化 七七前的北平城 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下 战争的湾宫已经张如满月 一触即发 1937年7月开始 驻扎在丰台的日军 借口一名士兵失踪 要求进入宛平城进行搜查 遭拒后 日军便以此为借口 炮风晚平城 中国守军第29军 37师219团被迫还击 卢沟桥使兵爆发 志村菊次郎 正是这个日军第八中队 第一小队二等兵的失踪 直接触发七七使兵 后来在缅甸战场 被森立人的远征军新边第一军击毙 七七事变爆发后 日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中国守军奋力抵抗 在南院一战中 第29军副军长佟林阁 第1320师长赵登宇不幸阵亡 1937年7月29日 日军进驻北平 天津随后失守 华北 寻靠危机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力展开 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历史上 又一次黄金发展的今日就此终结 这一场提前到来的抗战 使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 黄金十年发展的物质成果 几乎毁于一大 丢失大半国土 伤亡三千万 几乎牺牲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程 所幸的是 正是黄金十年中建设起来的精神道德 支撑中国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 尤其在国家民族命悬一线的危机关头 国共两党以民族精神 道德大义为重 再次携手 共聚全民族抗日的大旗 最终取得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 为国战争的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